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舒服得很 很有快感 然后就涉及到一个龟真堂 它要出产熊胆制品的 这个企业要上市 那么保护动物的组织 很多NGO现在就群起而攻之 就说反对它上市 可是别管这个 这公司要说 在公关方面 这两年我发现体会很多 开始坐在前头 这两天一个劲的open 就说欢迎你们参观 甚至是发邀请 给一些的头头脑脑的名人 说欢迎你们到我们这来看看 看我们是怎么养殖 怎么叫无痛无管 引流胆汁 说你们觉得那个熊 这个很痛苦 实际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没那么痛苦 等等 反正引起大华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强强三人行有个微博 那天还给文道发那个澄清了 这个现在我发现微博至少有个什么用处呢 我们要谈什么话题 在上面可以预告一下 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 很多朋友聊的可比我们好 你看我跟你说 有个叫二代表的人 他说呀 我就是挺不爽 那个什么要协会长的言论 说什么插进去毫无痛感 还很爽 当时我第一感觉会不会这会长的生殖器长胆上了 然后这个 还得是痴性 然后呢 还有一个网上的人叫李土匪 他说的反映中国的这个社会风貌 他说呀 我骂这个龟真堂无耻 但是在此同时 我心底里也很不情愿的称赞一声这帮孙子的诚实 他们取的是真胆的 看来是 我觉得这人民群众的这个这个智慧啊 而且呢 我得说 有些人说的 那也就值得咱们认真的这个讨论一下 他为什么说呢 他说 我觉得 我个人虽然听上去挺反对 龟真堂干这个事 但是我愿意提出个反面意见 供大家参考 什么反面意见呢 究竟活熊取胆这个事合不合法 现在龟真堂拿出了理由 龟真堂那边的公关说呀 你反对我们就反对国家呀 反对他还反对国家 对他是合法的 他合法企业 那也不叫反对国家 养殖熊啊 我们用生产这个熊胆制品 这都是有正式的批准的呀 这位朋友就说呀 究竟看他合不合法 说不合法 那别说上市 说立马给人关了 但是呢 现在看来 这买卖是合法的 合法经营的公司 如果又符合了IPO的标准 我也那么懂什么IPO IPO跟这个事完全 我还在等一下 IPO是一个 我先说完啊 他说 那凭什么不要人家上市 上市 也许不符合道德伦理 可是道德呢 又没个标准 这也是一种意见 当然 也有些人就在说 说拿出来的一个理由 就是这样一个公司上市 其实呢 我们反对的 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他会不会坑了股民 你明白什么意思呢 对 就是说 比如说目前来讲 他是合法的 可是照现在的这个潮流啊 这跟全球暖化 这意思一样 他上市之后 政策会不会变 国家对于这个活雄取胆 这事 会不会政策环境 如果有改变 那就圈钱了 等于是 股民投资进去 到时候全赔掉了 所以这也是某些人 一个反对的理由 现在这些公关呢 水平太高了 而且还不单是这样 一方面是NGO 是讲这个国际的动物保护啊 什么 讲了一套 好像普世价值的观念 他那边的理由啊 他挨国主义呢 他说什么 他说背后都是商业利益操作 那个中医协会的 还是归正堂的 就反正是雄胆派的人了 雄胆派的人了 雄胆派的人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在中国禁止这个活的雄胆的话呢 得益的是几 就是用一种替代品 而那种替代品呢 目前是什么德国啦 什么什么什么日本啦 反正是几家国际大公司 占了很大的份额 在中国的市场上 换言之 你要打击他这个活胆的 活熊的取胆的话 目前得益的就是外国公司 那听上去有点保护民族工业这样的 然后又讲了什么中医的 有多少多少原理啊 什么 我很不喜欢这个 拿这个爱国主义在这里来说事 我觉得我觉得假如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假如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 取代活熊取胆 而目前暂时是被国外公司垄断的 那国内公司应该 直起直说应该打破他这个垄断 对不对 那你要说的说的不活熊的东西 造的一样好 那我们也往这个方向努力 对不对 而不是说我们就坚持我们一贯 因为我看了他们的介绍 这是是惨不忍睹的 这个要是他实况转播的话 我估计这个这而且中国 他我弄不清 龟真堂是怎么回事 龟真堂说呀 无痛无管 你可以先看看 咱就说特残忍的那种 我们有这个照片嘛 就在网上也传的很多 你看就说这个黑熊啊 就是这个这个 咱们有叫月熊啊 就这么样的被取 就是引流 因为他得日夜不停的 那个管子就得插在里面嘛 管子插在里面 然后就铁笼子 而且怕这个 你再看下一条 得穿上这个铁背心 怕这个熊啊抓伤口 抓烂了感染 他连自杀都不能自杀 自杀都不能自杀 到你看 这就是在取胆质 取胆质了 说是什么 百分之百都是癌症 这些熊 然后你再看 这个 这是龟真堂 熊丹 粉 我们刚刚看的那些熊啊 你不知道 按照他们讲法 那些熊 你看着很惨 穿蝶背心 它爽 真的 我觉得是这样 这几年有个很奇怪的论点啊 应该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这几年 中国的整个国家 不断的强调爱国主义 从上到下 那么乃至于 给了很多商人一些借口 比如说 除了现在我们说是 我们是为了爱国的理由 支持民主产业的理由 继续让那些熊爽之外 还有一件事 记不记得前几年 这几年一直在讲 我们乳制品不是出问题吗 对对对 说我们的奶有问题 对 那结果有些 我们这些民主企业呢 就出来说 你们老说我们奶有问题 你们这帮外国 你们用的是一个外国标准 国际标准 你们的目的就是 打垮我们民主企业 让外国的乳制品企业 称霸中国 所以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们应该支持 我们自己的标准 它的潜台词就是 为了我们爱国 为了国家利益 我们应该继续 中国喝这些奶 那我们喝这些奶 把我们喝坏了 我们好歹也叫为国牺牲了 正好可以给你们穿插一下 人昂山素姬是怎么聊爱国的 昨天我的朋友刚发给我 说昂山素姬对南方人物周刊 说这么一段话 昂山讲爱国主义啊 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 不过我认为这种爱 不应该是那种跟仇恨相连的爱 对于那种让你们恨别人的爱国主义 我是不相信的 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人们独立 希望他们有安全感 希望他们生活富足 希望他们诚实守信 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 昂山素姬 因为这个给关那么多年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举报被遣返回中国 这是讲笑话 但是有一个叫西松流的 他说有多少人是素食主义者 平时我们吃的肉就算不是我们杀的 也是我间接杀的吧 杀死的动物就不痛苦吗 同样是人养的 熊就比鸡啊牛羊神圣吗 或者说你反对的只是给活熊造成的痛苦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多养点熊 然后杀死取胆吗 还有一个又引发我们很多思考 就是说有个叫蜜糖化肤饼的 他说呀西方人很少以这个怪异的食补来强旋见体 他也没中医 可是西方人照样有能力活100岁 对吧 而且人均生命年龄好像不比我们中国人低 我们是不是以进补为名在摧残无辜的生灵 发某些人的私财呢 说任何一个生灵都是生态环不可缺的一环等等 你看这些也让我们 其实我听过有很多中医跟我讲过 说其实熊胆的功效的确是真的 那但是也听过去中医教授说 以前我们按照古方的来讲 童子尿的功效也是真的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少用童子尿入药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没有一些观念的变化 我觉得对于那种说 你杀什么动物其实都很残忍 那为什么独厚熊呢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不散带蚊子呢 干嘛要打蚊子打蟑螂呢 对不对 就你们的图伙才扫地不需要楼蚁没有吗 没错 但我觉得这种讲法讲得太绝对了 我们不需要这么来讲这些问题的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比如说像台湾 专门搞动物伦理学的钱永祥教授 他前面介绍我看一本书 我觉得你们讲的很好 那个学者的观点是说呢 人类文明的进步啊 其中一个要素是什么 就是残忍的减少 其实你看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啊 比如说我们以前还有酷刑呢 满清十大酷刑什么 我们现在为什么都不用了呢 就你发现整个人类的历程 是一个残忍程度的减低 很多人会变反驳说 二十世纪有很残忍啊 南京大屠杀什么 死了那么多人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个哈佛的学者 Steve Pinker 他就做一个统计 发现的确因为战争 因为人杀死的这种数目 其实是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在下降 二十世纪有很多大屠杀 但是其实没有十九世纪那么严重了 我们不断的在减少残忍 没错 我们吃肉也会带给动物痛苦 但是我们总体上是希望尽量减轻残忍的程度 这个残忍呢 他因为他的背后不想残忍 是人的很基本的一种心理 这个心理使得我们不只不想对人残忍 也看不惯对动物残忍 所以你比如说像今天十年前 中国很多人还会觉得吃猫吃狗没问题 你看今天年轻一辈 他们大概都不想吃了 对不对 同样的我很记得我们十年前在强强 讲保护动物的话题的时候 总是会被骂的 人家说人都顾不着 你还顾动物 但你看这回黑熊这个事 你会不会觉得中国人变了 这就在进步 而且呢还要注意 就因为想减低残忍 所以现在屠宰肉食动物 食肉动物的方法也在变化 比如说都强调怎么样减低那个牛 那个鸡的痛苦 对对对 还有人呢也是这样 即便是要判死刑 也让他死得很快 对 就不把他凌迟 对 你看以前死刑的话 我们要剥皮啊 凌迟啊 腰斩啊 延长他的痛苦 对啊 一直到一个一个惩罚 那动物也是这样 他因为从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来讲 人都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链嘛 那所以所以你抱去吃一个小的动物 他他在某种上他是合理的 但是很很少看到那些动物 他会不吃在那里玩 搞你搞半天 搞你搞半天 甚至在那取乐 这个呢 他连动物的本性都不容 对 他不会刑讯 没错 对 他不会来折磨你 对 所以这个道理啊 我顺便想到了 葛浩文教授有一次讲到这个吃人的各种不同形态 用从鲁迅的这个狂日记引出来的话题 原来吃人呢 其实各个民族各个宗教其实都有过 对 但是有分别 比方说一般什么情况下是大家都有的呢 就是说你不吃你要死了 就是大饥荒 恶到就像这个杰克伦敦写的这样 就是说你跟狼在密集 你不吃你要死 这个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你吃人是人道的 就是说你为了你的生存 第二种呢 他说是为了仇恨 就是说你太恨他了 你把他杀了以后 你还要吃他的心肝 炒来吃 或者是把他的身体的某一个器官拿来做纪念 这种文章 但是问题是第三种是最有争议 他就讲中国有 有的国家没有 就是说他拿来做好味道 他拿来补身体 甚至于他拿来做一个道德的美形来歌颂 见人工从耳 下面的打驰 打驰�块肉 变成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一个礼战 还有以前鲁迅最痛恨的小孩杀掉给父母吃 或者骨骨 骨骨 就这样的一种 这你看同样是人吃人 你还有不同的理由 那一样今天我们对动物 也是这样的道理 你要吃鸡吃肉 你把它杀掉 你吃它的肉是一回事 像现在的熊 你把它生出来 刚才那个网友错 他说野生动物 它不是野生动物 它是人养的 然后从小到大在这个笼子里 永远跟他插一根管子 每天在外面 它就等于是一个液体的提供器 一个拿钱的ATM machine就在那里弄 那人就会 人其实这个时候不是怎么对熊的问题 我问你 我问你啊 假如说我们改良了 发明了一种方法 让他不疼 比如说麻醉或者什么 但是呢 就是引流 整天引流他的胆汁 这是不是同样是残忍 这还是看大部分人 就是这个其实是人的事情 不是学人的事情 没错 要是大部分人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就是会被一般的道德允许 就会通过法律 你说的对 大部分人不舒服了 这个事情就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这里头有一个啊 就所谓 我现在慢慢明白 公道所谓自在人心啊 其实公道也不见得等于什么绝对的正义 当然 公道就是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 对 你比如连动物保护也有这个极端的 对 和较为普世的纪分 你比如我最近看有个组织 公布最差衣着的艺人名单 把这个张子怡拱立排前两位 为什么呢 穿皮草 穿皮草 他们还有评语 你看 说对张子怡的评语是 虽然他总在演饱受压迫 向往自由的角色 但是现实中 那些被囚禁的失去动物 自由的动物 却没有引起他的侧隐之心 云云啊 但是你看 我就觉得呢 这个事呢 反向没有那么大 嗯 为什么呢 这好像就是因为啊 就是相当一个多数的人 而觉得穿个皮衣嘛 我们好像都在穿 不 他中间还有差别 我最近还看了最新一期的 国外密发奖 那很多人穿皮夹克 但是你要是穿这种草 就是皮草 皮草有差别 你要是穿那种带毛的 就是 对 胶皮的那个毛的 你这个演员就是 你就是笨的 就是你要做攻击 你这个形象就是笨 那穿皮夹克上去 这个人 其实你要严格科学来讲 就是 好像都一样 好像都一样嘛 你还有很多人反对 穿皮的 说皮鞋才照样穿嘛 对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里面还是 皮带你总的差 还是我觉得人性 共同形成的一套标准 现在这个标准的临界线 在中国就到了活熊 不过还是 我要指出一点 你们刚刚说的 其实是有漏洞的 皮 平常你的皮带 皮包 皮衣 皮夹克 皮鞋 那个皮啊 那个动物啊 比如说那个牛 通常是牛皮嘛 那个牛呢 本身的肉 是被拿来吃的 然后再取那个皮 他很多这个皮厂的 皮的来源 他可能是定了一些 他要宰那个牛了 拿那个皮 那个肉是拿去卖的 但狐狸呢 但雕呢 不是不一样 那是专门为了他的皮 来取的 这点分别不同 然后第二呢 他有些名牌 还专门养这些动物 就说新石器时代的人 他们穿的衣服 必须品 对 只能是瘦皮 对 他就是专门为了这种瘦皮毛 没错 暖和 没错 打这种动物 是 新石器时代的时候 男人娶女人的方法 是用棍子把他敲晕了 带回山洞去 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我们人类 很多东西在变化 对 我们不能够那么绝对的 去讲说 什么石器时代 我们还怎么样 以前的时候 不要说石器时代 同气时代的时候 我们对待老人的方法 是把老人赶到山洞去 让他自生自灭 因为他没有生产力 有生产解考 对 这是世界上很普遍的现象 人类文明的确在 减低残忍程度 我觉得有一个固定的道德标准 这个道德标准 是不想残忍 但那个残忍可接受的范围的大小 则是不同的时代 社会 是有一个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民族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大家不断地扩张的 所以 就等于说 我们以前派一个人死刑 我们可以腰斩他 为什么 我们现在不腰斩他 要千道万过 我觉得这聊深了呀 就是王阳明的那个 心学了 就是当年王阳明的 就是个测饮之心 人节有 你要发展 你看见黑熊这个样子 是人 你的天良 你能不测饮 咱们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邓小平曾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过去二十五年 全球渐贫成就的 百分之七十左右 是来自于中国 贫困线大幅上调 中国扶贫战略 新变迁 很多扶贫线 其实不容易摘掉 这个帽子 而且还真当扶贫线 你现在这个情况 说你脱贫呢 你认不认责 问答国务院 扶贫办主任范小剑 双喜五燕神问答神州 星期六凤凰位时中安台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土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主动全球发售 所以看来这个不从悲惨的动物也得找代言人 你就看谁给他代言 你比方说现在研究西药 你用小白鼠 我有时候就很想代言 就说 这比黑熊还惨 各种的药这么弄你 它也是个生灵 对吗 可是呢 勉强可以说是为了人类的这个治病 这个东西 有个西方科学 似乎就四空见惯了 可是翻过来说这个胆质这个也有个问题 似乎说是为了一个治病吧 但是这里面啊 确实有关乎到 要不说有个中医的 这个争论 你知道 我就看见方舟子还写了一个东西 但咱一是一二是二啊 方舟子说这个事 跟我最近听一个中医讲的 他帮我调理身体 正好可以验证 他说这个中国人觉得胆主决断 我说对 所以我老是没法有主意呢 没法选择 没胆识 对没胆识就做不就决定 犹豫不决 胆 为什么呢 你必须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这个紫时睡觉 对 因为这个时辰呢 是你的胆经休息的时候 我那个阶段常没睡觉 没错 所以你看你决定 都要选择困难症 你做出决定 所以要靠熊胆 而且熊这个意象很厉害 对不对 给你一个兔子胆 你就没意思了 对 老鼠胆 老鼠胆 对不对 但这个方舟子呢 他从科学的角度讲 他分析来分析去啊 他说中国人的这种 以行不行之类的 真正说这个里边 科学家讲 有一种叫熊什么去养胆酸 之类的东西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但是这个在西方 也就是贵的人 有钱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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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